針對第一個部分有什麼不同的看法嗎 好 那我們就進入第二個比較實際的實務的層次喔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有辦過一些座談會 然後也是有跟現場很多朋友在談說 我們自己可能會認為說 其實沒有特別記者 機構記者才有採訪的權利 那不過我們也知道實際上在 雖然大家都很有共識 可是如果今天我們真的是進去立法院 或是我們今天到了很多現場就像剛剛提到的 還是有蠻多的 不管是現場記者或是一般的大眾或是官方 會認為他只認有名片的記者 或他可能會針對一些不同的身份記者會去區分 那所以實際很少人會問說 大家都知道可以 可是我們到現場的時候還是會被阻擋 那實務的層次上到底該怎麼樣來面對呢 那我們今天其實現場也有一些都是有一些經驗的朋友 所以其實會大概也會希望說 讓這幾個朋友也稍微講一下自己過去曾經遇到的狀況 我們大概分了幾個層次 第一個是比較是公民記者 就是說我們沒有特別的立案成為一個機構 那就是自己覺得很有興趣想要採訪出來 那一個是我們自己的議論談記者 不過我們那記者今天早上飛去香港了 所以待會可能就是我們另外一位幫忙蟲 那另外一位就是之前也曾經就是 我們大家可能都認識了浩子寶寶 他待會也會跟我們分享一下 他現在面對到的一個狀況 那另外就是蘋果的這位大哥 他也會跟我們提到之前的318被捕的時候 我覺得可能會希望做 他也從一個機構怎麼樣來保障一個記者的這個角度 來談一談說 那蘋果有沒有給他一些什麼樣的幫助跟支援 那再來可能就會談一談就是說 之前我們也有聽過說 像獨立媒體的工作協會 如果說是一個以保障記者的權利這樣的協會 那他遇到這個狀況的時候 組織可能可以提供一個什麼樣的支援或者是幫助 那我們可能就先請那個浩子寶寶 先大概做5分鐘的那個介紹 我們大概談一談你自己之前遇到的那個狀況 大家好我是公民記者浩子寶寶 我是2007年10月20號 所以到現在快7年了 那我在這中間呢 有幾次這個新聞不自由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在那個新聞局的那個公事法的草案 那個時候就像您說的那個主流媒體的公事就出去了 那就是我留在那 那我請他們幫我攝影 就有一點片段在那個公事的電視台有播出來 那是第一個 那我去跟他打官司 我姓拜祝 他的說法是 因為他叫我說 我不可以錄那個影像 那可以收音 所以叫我的照相機對著窗戶 那後來我是把他轉過來對著椅子 所以他說 你看你還是有錄到啊 所以我就拜祝了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是松菸的時候 松菸的時候 也是說不可以錄影 那我們都是在外面 都在外面等他們的結論 結論出來了 他就跟我們講 所以這個在我的那個松菸的那個專欄裡面 都可以看到 從前面都可以看到 那後來是松菸有一次 我就覺得說這樣 我心裡上覺得不舒服 然後我就去錄他 我在旁聽習去錄 在台北市政府去錄 結果呢 有一個警衛就 工作人員 後來是警衛過來 會讓我錄 那正好林三家律師在 他就幫我跟他 他說你繼續錄 他就幫我跟那個人對話 然後最後一句話 他落下來的是說 你的嘴巴很重 我不要跟你講話 就這樣 我就繼續錄 那那一陣子 有時候能錄 有時候不能錄 那到最後 因為我自己有點狀況 我就沒有去了 後來我再去的時候 發現都可以錄了 那中間是發生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 但是我去的時候 就有時候可以 有時候不可以 這樣 那再過來就是 有一次不行錄就是 王洪威議員 在一個廣池 何去何從的 那個公聽會上面 那我在錄 然後他就叫了管區 來阻止我錄 那後來那個事情是三年前的事情 那我當時 那我能錄的部分 我就錄了 那也寫成報導了 但是根本沒有人 沒有人care 沒有人管 那後來是因為松菸 那個護術 我去做志工 碰到了林彥慶 林彥慶告訴我 誒 當天他也在 然後他也錄了 我說 你有沒有放在網路 他說沒有 我說 你也幫幫忙嗎 既然錄了就放吧 他放了 他放了以後 我就把他的轉 轉後在我的上面 然後我就下了一個標題 那標題 後來律師跟我說 我的標題 可能太重了一點 所以我就被告了 那現在已經去了 一次是去警察局做筆錄 一次是去那個 那個叫什麼 去偵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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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去跟他講 然後他那個講完 他希望我們和解 對方 那個王蕭威議員沒有來 是他派來的一位年輕人 那那個人沒說什麼 那我們現在就靜觀其變 那 第四個 就是 Jacky跟我一起去 跟麵包跟我去 那一次 我們去到那兒 那個是廣時的 在內政務營建署的那一次 結果呢 他的那個 我很奇怪 因為他的那個 龐青席的簾子 是從裡面拉上的 這很奇怪 因為我以前去過 我以前去過 是那個彎堡的 彎堡的一個會議 那我甚至是在裡面做直播 你們知道嗎 然後他們在外面的大禮堂 那彎堡來很多人 那他們在大禮堂 看我的直播 那他們是提供我那個 網路線的 這樣做 所以做出來的直播的 影像還不錯 他們在裡面看 所以 那我在裡面做直播的時候 我是可以從那個 從 因為那個 龐拼席沒有拉上 是可以看到裡面 他們 有一些人是被 允許在龐拼席的 那這次去 因為不拉上 我根本不知道怎麼樣 然後 那個 組長居然告訴我 我說還沒有到你們 還沒有到你們 然後 說我們不可以進去 那後來我實在是 我想已經這麼久了 而且我 看看我身邊上 我們廣次的人 都不在 我就心裡想說 都不在了 怎麼回事 那我就說 我要進去 我就跟 Jackie 是說 跟麵包說 我就說不管怎麼樣 我要進去 我就進去 就進去了 那些大家照片都看到 他就是 阻止我們 那我也跟主席 講這個事情 我說你可以問一下委員 到底可不可以啊 那個主持就是不問 就是不問 然後他就說不可以 這樣 事實的經過就是這樣 那後來呢 好像 Jackie 跟麵包 他們有寫一些東西 還是怎麼樣散播 所以在PTT上面 有出來一篇文章 我想可能就是那篇文章 讓那個內政 不營建署 他們有一個澄清稿 他說這是完全是誤會 我不知道怎麼樣的誤會法 你就是不讓我攝影 而且你就是不讓人旁聽 在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 你裡面已經看到哪一庭了 完全我覺得就是一種騙 欺騙 我真的要用欺騙 因為我根本就不知道 他們裡面已經開始了 我們前面已經好幾人講過了 是啊 不好意思 我們就講到這裡 謝謝 大家好 這是新聞議論台的記者一聽 然後現在 念台大新聞所說二 都交給你 然後我們先聽別的 還有一張